请观看 温度大概还好吧 能接受 但是我12点钟还是没睡 开了接近十多分钟的空桥 车载空桥 然后把温度降下来一点之后 然后才慢慢睡着 不燥热 但是有一点点温度偏高 就是大概是二十八九度的样子吧 然后幸好我有风扇 这个神器 车内的温度能够降下很多 风扇这个不靠谱的神器 一块键池已经坏了的 这只有一块键池呢 重建的 后来我现在是直接引一根线 从键瓶上面 引到风扇上面来 但是它这个位置会发烫 可能会 可能是因为键压高的原因吧 先试着看 反正现在我那根线引着还能用 我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线头子 直接插到我这个风扇的屁股后面 插上去之后风扇哗哗的响 然后呢 今天的天气 手机上预报的是说 最高温度有三十八度 就是说今天晚上的温度可能会达到三十度 二十九度的样子 我希望是二十九度 感觉二十九度和三十度的区别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区别 就是一个坎 三十度的时候你会感觉外部的空气特别燥热 现在 我一般如果超过三十度 夜间温度了 就是说达到三十度的样子 就会可能 另辟蹊径 去宾馆啊 去我朋友那边去坐 带大家再看一下 我车内的一个箭头情况 因为 也有朋友问 我这个箭现在是怎么搞的 不可能一直用车上的键瓶对吧 这样是不现实的 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键瓶放在我的床下面了 然后我加了一个隔离器 这个 这个就是隔离器的开关 然后的话 现在我的键 充键 主要是通过车上的发电器充键 所以键的话也不用自己把键瓶拿下来 到接室键再充啊 然后 我的用电器具这几样 我的小灯 然后 手机充键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我的风扇 你就不用了 至少 目前一个人的使用体验来说 你是可以 但是我们今天的床车生活 以及床车改装 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